在农村当个光棍有多惨 即便娶个媳妇 陪嫁一个前夫 也再不想过单身的苦 男人名叫王来成 今年53岁 年轻时也有过一段婚姻 20年前 妻子离他而去 当时他心高气傲 觉得女人有的是 自己将来肯定能找到更好的 却没想这一单就单到了50多岁 母亲到死 也没盼到他再次成家 这些年东奔西跑 王成来见惯了男女私情 很多人都在外面 五搞八搞 但他干不出来那种事 经美人介绍 王来成认识了邻村49岁的李月兰 他善良淳朴 踏实能干 王来成很是满意 只是有一点 李月兰提出 要带着前夫一起嫁给他 王来成想了想 自己单身20多年 没叛徒的生活 又想到了当年 被妻子抛弃的情景 为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也是为了争回当年的那口气 还是同意了李月兰的要求 婚事一定 孙里人就说起了闲话 大家都觉得 李月兰是个骗子 迟早要把他的钱骗光 就连家里人也不同意 说那样的能是什么好女人 但王来成 对这桩婚事100个满意 就连独自一人吃年夜饭时 都是满脸笑容 过完年 王来成用一挂鞭炮 宣告了光棍生活的结束 搬进李月兰家中 三人共同生活 转眼就到了来年卖收 王来成已经在李月兰家住了小半年 和村里人想象的不同 三个人平日里相近如宾 甚至算得上和睦 王来成叫对方哥哥 而对方称呼他兄弟 饭桌上 李月兰给王来成剥了个鸡蛋 被他不好意思的推给了哥哥 李月兰索性一分为二 蛋黄分给王来成 蛋黄给了挑食的前夫 一视同仁 谁也没落下 王来成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直说自己娶了个好老婆 62岁的老院 是李月兰的前夫 他身体不好 每天都要皱着脸 喝下很多苦药 老院四年前 中风偏瘫 虽说还能走路 但干不了一点重活 家务 农活 还有女儿的学费 一下子就都压在了李月兰一个人身上 他支撑不住 就和老院商量着再嫁 不过老院可以放心 自己不会丢下病弱的他不管 老院心里清楚 其实李月兰随时都可能离开 只不过心疼女儿 可怜自己才会留下来 过于现实 他也只能答应妻子的要求 王来成性格温和 和他相处并不难受 但随着时间推移 李月兰他们两个越来越亲密 老院感觉自己 像是成了透明人 白天他们一起下地干活 老院虽然帮不上忙 但也一定要跟着去 王来成和李月兰忙碌 他就在田坑上坐着看 嘴里一个劲嘟囔 一人得病就算完了 干完活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一起回家 谁也没有注意到 老院还吃力的走在后面 晚上 三个人一起吃饭 李月兰和王来成眉来眼去 笑嘻嘻的说着 只有他们两个知道的话题 老院就坐在对面 安静的吃着 吃完后 独自躺下入睡 而李月兰和王来成 一起进了另一个房间 最近 老院肠胃不好 一连拉了好几天肚子 村里的老中医 开了几副药 每天煎着喝 李月兰一看到他喝药 就忍不住抱怨 在他看来 老院的那些药根本没用 吃了还没原先走路稳当 纯粹是浪费钱 老院顶了两句 他就赌气的说 明年把麦子卖了 就出去打工 让老院在家自生自灭 几副药吃完 老院的病还没好 他本想着想王来成要点钱 但还没拿到手里 就被李月兰发现 最后没能如愿 李月兰笑嘻嘻的说起这件事 得意自己又省下一笔钱 但停了药的老院 当天就有辣了兔子 只能尴尬的在院子里清洗 这个住了几十年的家 让老院觉得越来越不舒坦 老院心里难受 李月兰却不觉得 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他 村里的女人都说他不要脸 但他们的男人没病没灾 谁能体会他的苦衷 碍于老院的病 年轻半百的他 却还得每天上夜班 早上八点下班后 再去地理干活 就算是年轻的时候 李月兰跟着老院 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二十岁那年 老院的爹谎报年龄和家产 把他从山西老家骗了过来 等他发现不对劲 已经晚了 最终还是嫁给了他 公婆不让他吃饱饭 小叔子也总是动手打吧 中间李月兰 让死他回娘家 和老院带人拿着刀子找过去 把他二妹的胳膊打断 小手指也削掉了一劫 还以他父母的命作为节 李月兰只能妥协 跟他回村过到了现在 还是遇到王莱成之后 他才体会到了被关爱的滋味 王莱成对他很好 从没让他受过委屈 农忙过后 王莱成在济南的工地上找了个活 以前也年年如此 但今年的心境截然不同 之前 每次干到过年前回家 看着工友们和家团圆 自己却只能面对一间空屋 心里都空落落的 现在有了盼头 王莱成比以前还要拼命 食指的指甲都快被磨损完了 一天中他最期待的 就是下工后和李月兰打电话 尽管长途电话费很贵 但谁都舍不得挂断 这么多年 王莱成还是第一次被人嘘寒问暖 又是一年冬去春来 玉米苗长到了奇妖高 村里依然有很多行严碎语 但三个人的生活还在继续 一妻二夫的生活 没有香艳和狗血 只有平凡人的无奈 和淡淡的温馨 人到中年 还能遇到个相知相伴的人 已经是难得的幸运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